今天又开始新年了 3月28号、29号的稻村坎 包括下了小雪 对我们大棚的葡萄 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陆地的葡萄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连续几天温度都非常的低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发现它生长什么 还是保持烟油的状态 但是我们这个大棚里面的葡萄 因为有温度 所以说它还是正常的在生长 比温度高的时候呢 这段时间因为温度低 所以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因为下黑葡萄已经长到六七页了 马上进入七八页的时候 发岁分离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第一次性 第一次的发岁处理剂 我们就是拉碎 拉花 我们通常是用橙迷酸 然后对花碎进行一次性处理 让葡萄的花碎自然的生长 然后后期的苏果工作量 就会大大的紧轻 有人问我 花碎分离的时候进行处理剂处理 那么什么样的才叫花碎分离 具体什么时间去操作 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看看 我家的葡萄现在生长的一个状况 具体什么时间进行处理剂处理 这个呢 这里是我家的连体棚里面的下黑葡萄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枝条已经长到有一片两片三四五六七 连上面这一片的话已经是七片样子了 现在我们到花碎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开始分离了 那么这个时候是拉碎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一般我们进行拉碎 我们通常就是用20%的七宝 然后对水去帮花碎蘸一下 然后花碎就会通过处理机的影响 然后就会生长 这样的话我们后期苏果的工作量会大大的减轻 那么我们进行第一次的这种处理机处理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根据天气的情况 决定处理机的用量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在温度能达到25度左右 我们通常下黑在我们安徽地区的话 一般是在一克的七宝对25斤水到30斤水去进行花碎清占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花碎的话能生长了 那么根据天气的气温变化 如果说阴天或者气温低 那我们十大阶宝浓度加大一点 因为每一个地区温度和气候都表现不一样 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有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但是在我们安徽地远的这一块 我们通常的话我们是25斤水到30斤水进行一次性处理 我们处理的时候一般用可乐瓶往上面剪掉 然后里面沾上药水 然后这样直接清占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清占的时候基本上保持两到三秒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下来 然后就可以了 像我们家的花碎的话 这个时候正是进行拉碎的时候 但是因为大棚的葡萄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个发芽不整齐 也就是会出现了我们后期用处理剂 也要去分开去用 那有的分离了 那有的没分离 那我们就不可能放在一起用 比方说我们下面这一个C子已经可以去拉C了 但是我们上面的这一个C子 那么它就会迟一点 它没有那么快可以去拉C 所以我的操作就是稍微再等几天 让花C90%多以上都保持可以拉C 然后我们统一去做一次拉C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应该处理掉了 如果说发芽严重不整齐 那一定要分两次或者是三次去拉C 就是说帮能够拉C的先去拉不能拉C的后去拉 因为处理剂还是一句话 是个双刃键 用好了能让你的增产增收 如果用好那可能会让你的绝产绝收 所以也请所有的朋友们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气温 然后做不同的处理剂的一个方案 好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